出身花年的高中二年级女同学游天华 自幼热爱芭蕾和现代舞精湛的舞艺 摘下了众多的国际大奖 凭着后天的努力高二跳级录取第一志愿 英国北方当代舞蹈学校 由于表现优异难能可贵 副县长严新章特别代表县长徐真伟 颁证的奖助学金 鼓励他勇敢的祖梦 为花莲争取更多的荣耀 越野花莲县花人国中的游天华 从小热衷舞蹈 凭借着真人不拔的意志力 起得一首好舞异 2020年在下IDO台湾芭蕾 及现代舞大赛芭蕾各类U等 现代舞各类第一名 将能执行当代独舞 第五名2021亚太杯国际舞蹈大赛 高中芭蕾组的优胜 成绩优异 年纪16岁由天华表示 从小他在花莲舞蹈聚访学舞 奠定扎实的基本功 也启发他对各项舞蹈的热爱 在花莲国中舞蹈班出世体验 参加全国比赛的时候 看到其他众多学校舞者精湛的表现 让他经验自身舞异还不足 决定在国中毕业之后 还下功夫苦练 为了进一步精进舞蹈世界 在舞蹈总店张元敏的鼓励之下 决定横跨半个台湾来到国立新竹 竹北高中舞蹈班就读 立于精进舞蹈技巧 学习如何运用肢体表演 以及艺术质感的发挥 其次舞蹈精湛 而这次如愿跳级 录取第一志愿 英国北方当代舞蹈学校 背感容颜 宇天华表示 学习舞蹈过程并非一旦风顺 其中怀疑自己不适合走舞蹈这条路 索性在作为高中 薛梅良老师不断的鼓励地指导 他冷静告诉自己 莫忘学习舞蹈的热忱 要珍惜这条路 来磨练之神的机会 只有全力以赴 投入大量的时间 列写基本功和技巧 请做笔记 欣赏过另外舞蹈影片 每个月都看见自己的进步 副卿长影响表示 现在学生们会及重视花莲孩子的教育 得知有同学跳起录取 英国北方当代舞蹈学校之后 随即以文化基金会 董事长身份指示基金会演绎 对换一些留意表现的学职 给鼓励以及表扬 因此特别颁发奖助学金给有同学 借此勉励新兴学职勇敢築梦 为花莲争取更多荣耀 接着终于华车老